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活下来啦 你要知道在2020年呢 可以做到活下来的企业呢 并不多 而且可以做到已经非常的难门可归和优秀了 那何以见得呢 根据数据的统治呢 每一次出现经济的大波浪呢 经济的危机呢 有很多比较普通的公司呢 就会被比较优秀的公司取代 而且呢比较平庸的员工呢 也会被优秀的员工取代 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 如果大家身边呢 有没有一些清盆汽油呢 就跟你讲呢 其实在这2020年 2020年这一年呢 其实我们的生意额呢 是做得很好的 比方说有一些老板啦 或有一些打工仔 比较优秀的 他跟你讲 没有啊 其实这一年来 我的销售啊 我的工程都是很好的 不知道你们身边的 这些人呢 就是那些优秀的标杆 优秀的代表啦 所以呢 这种风气呢 一般上呢 我们会这样子的讲 就是80%呢 可能企业呢 或者员工做得不好 会被这20%的取代 而这风气呢 已经持去了整整的一年啦 所以越优秀的人 员工会做得越好 越优秀的公司呢 会越来做得越好 而相对的 这些公司的盈利呢 就会越来越高啦 股价也会越来越高 而反而平庸的公司呢 盈利就越来越差 股价也会越来越低 所以呢我们要专注的呢 就是 那20%取代了那80%的行业的公司啦 所以呢 今年呢 我想跟大家讲就是 呃 我们主打呢 就是四个字啦 就是去弱留墙 把那些弱的呢 都淘汰了 而把那些强的呢 都留下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主打的 呃 四个字啦 所以在我结束这个 视频之前呢 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总结 所以2021年 我们主要的投资策略呢 也分为两大类型啦 第一呢 就是在强制的行业里面 我们会选强制的股啦 也就是 趋弱留墙 的终极概念 第二呢 我们会在复苏的行业呢 选一些 too big to fail的公司啦 因为当 复苏回来的时候呢 也是相同的 可能有80%的行业 所以公司 不然会被取代 所以那20%取代 那20%是什么 就是too big to fail的公司啦 所以这个概念呢 相同是我们 2021年的投资 大方向 大方针啦 所以祝大家 一帆风尊 在2021年 有一个很好的投资回报 所以谢谢大家 记得 投资不是为了一夜支出 而是累积财富 数码的朋友们 今年由于亥太岁 处理事务需要注意 犯初心的错误了 因小失大 并且在各方面事业 健康 感情和财运上有疲惫 和混浊的气息 运势不被看好 今年数码的朋友们 建议多注重自身的健康 在居家风水上 避免避刀和压量的问题 其影响在今年 较容易有负面的效果 此外 在凶星死伏的施压下 俗马的朋友 建议多注重 个人起居饮食和维生 摄取配有五行上均衡的食物 化解健康的冲击 今年凡事以平常心 大势化小便可 建好就收 今年的凶星 包括了小号 死福 与闲词 生肖属马的朋友们 今年由于害太税 需要注意犯初心的错误 但在投资方面可以留守 并注意房地产 信托基金的趋势 鼠羊的朋友们 今年可说是冒冷汗的一年了 乔与凶星大号导致破财的迹象频频发生 总是有数不完的账单 肩膀的负担在今年可是会格外的加重了 需要努力的寻求第二份收入来维持整年的财物花费 建议您可在新的一年里补补财库 减少破财的窘境 今年不容忽视的有碎破凶杀 凡是今年有搬迁、开业、结婚登记等 需要稍微的谨慎了 此外呢 今年您必须要避免口舌 这也包括了网路口麻站 并且在马路交通等等事故 需要格外的小心谨慎了 鼠羊的朋友们 建议把今年的付出当作明年的回报了 这样的概念不会把自己的期望放太高 而有强大的失落感 您可佩戴贵人平安服 改善运势 各位生肖鼠羊的朋友们 在今年的投资市场里 您可以留意天然能源领域的发展 恭喜鼠羊的朋友们了 今年得到隆德和天玺的扶持下 在整年的运势上主化凶危急 不计诸凶 能必煞、洗灵命身功 令主贵人相助 有好形式 隆德基辛能够发挥出强大的力量 今年有望在职场 感情上站稳脚步 有望拓展、开脱新的事业 与扩充事物 虽然整体的运势上占上风 但有盼望偏财运的朋友们 必须要担心为妙 尤其是抱败的凶心出现 不能过于沾沾自喜 凡是需要知足 在感情运上 单身的朋友们是大翻身的时候了 脱单的日子就在不远处 只要有不过高的眼光 就能得到不错的伴侣了 盛孝鼠猴的朋友们 今年极星高照 有隆德和天玺的富士下 在整体的运势上 可说是非常的赞善风啊 宁可放手大胆的投资 关于医疗保健市场领域的股资 关于医疗保健市场领域的股资